一生招牌灰色系 在荆棘树前秀出多声道祝福 象征新的一年大吉大利 总统蔡英文八年任期 最后一次农历春节谈话 有好多话想对国人说 我要感谢所有的国人同胞 过去八年的共同努力 让台湾克服疫情的各项挑战 面对快速变动的国际情势 我们也团结打拼站稳脚步 八年来国人督促 并且给予小英政府满满期待 如今新时代将展开 蔡总统希望台湾未来更加团结 我们也顺利地完成一场 国际瞩目的大选 向全世界证明 民主自由就是台湾最真实的价值 只要我们继续相互扶持 就能克服困难 只要我们继续团结一心 就能守护国家 护国同时走向世界 蔡英文切换英文模式 向国际友人拜年 展现于民主阵营靠拢的信心 蔡总统语调坚定沉稳 对比2018年她担任总统后 第一次的春节谈话 自剧间离不开两岸 如今台湾的视野更广了 而总统本人也有明显变化 五年前蔡总统脸型较为圆润 现在稍稍变瘦 眼角更多了岁月的痕迹 蔡总统春节谈话 告别座 判龙年龙宗后 龙年行大运 万物新龙 信息人林亭蔡神佑采访报道